这儿还有一个大伙人呢 你闭嘴 无语无语望天 这是秋天不是春天 瞧瞧这些人思春的样子 老天什么时候赐给他一个春呢 眼看着再不走跟不上了 跟着去可以 不许多嘴不许干涉 我保证 我到时候就当一个聚嘴的葫芦 你要能忍着说话才怪 果然一路上方存生嘴没闲着 小梁你看你都瘦了 鹅蛋脸都变成瓜子脸了 不好看了 还是有点肉厚感 看看你憔悴的 一定没有羞小 你得多睡觉多吃肉 在外面驾车的吴雨 吴雨极了 他决定以后 要是他有了女人 他一定不会这样过早 他们都走了 不带我们呀 相信我 你不想去 去了你会崩溃的 走小祖宗 我带你巡视你的江山 这是要去哪里 我长大的地方 穆纯青长大的地方 就意味着 是他受尽折磨的地方 不要让我吃这里的草 他刚说完 就有两匹马轰然倒地 口吐白沫 快到木屋的时候 老头子出来了 丫头 你回来了 快来歇一歇 老不死的 你还没死呢 丫头还舍不得让我死呢 人呢 在药房里头呢 先带出来见见吧 张国本被弄醒以后 看向四周 莲儿 是你救了我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心中是有我的 方存生当时就想站出来骂张国本 木连一个眼神看过去 他不敢说话了 莲儿 他怎么在这儿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怎么了